第一次的集結到工地的大門口來抗議 甚至還人肉擋車 情緒相當的激動 現場狀況我們交給記者王淑宏 好的 主播給觀眾 嘉義縣大補箱光電廠正在建設當中 但是引發附近的居民不滿 昨天還到了行政院去抗議 他們主要的訴求是認為 光電 太陽能板 它就是蓋在水庫的上面跟周邊 可能會影響當地的水質 擔心這個光電板會不會產生有毒的物質 讓他們全部都吸進去 而今天又有20多位的民眾 前往光電廠門口抗議 甚至有人直接騎摩托車 要用人肉擋住拖板車進駐 我們看當時的現場情況 可以看到居民的情緒是相當的激動 而警方也到場戒備 先把這一名騎士帶到旁邊 但也可以看到有許多的長輩 甚至是手組著拐杖來跟警方理論 說這個光電廠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 但是警方也是好說歹說表示 光電廠的設置都是符合現行法規的 目前縣政府則表示說 他們會盡量跟居民溝通來化解紛爭 以上是來自嘉義現場情況時間鏡頭交還棚內主播 說得好